哈喽大家好我是想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有钱人为了寻找刺激 寻找恐怖 刺激变成了事实 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的故事 故事主要讲述的就是美国有着这么一家公司 为别人量身定做恐怖之旅 绝对让你毕生难忘 不然不收任何费用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来一起看电影吧 电影恐怖有限公司 这公司的名字也是挺别致的 男主卷包就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小子 没事就是喝喝小酒 业余的时间就是和自己的女友研究如何 啪啪啪 这种日子过得相比也是你没向往的生活 这种日子时间久了 卷毛就感觉无聊了 这应该就是闲得淡疼吗 每周都会带自己的女友来鬼屋体验一把 可是这种小把气对卷毛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了 不够吓人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找上了卷毛 想要被吓到就联系贵公司 为你量身打造 保证让你毕生难忘 晚上卷毛的两个朋友也就过来找卷毛完了 卷毛就和他们说起了恐怖有限公司这件事了 可是他们完全不同意他这么干 他的朋友知道这家公司 就是一个变态的公司 所有的事情根本不是常人可以接受的 这两个呢还是大伯妹 哪个是小伯妹 你们一眼应该就可以分辨 可是好奇心还是战胜了卷毛 电话打出去了游戏就开始了 他的朋友还不知道这一切 卷毛就是个非常坏的家伙 他的朋友打算提前上阵的时候 关键的时候卷毛就会出现 当场给整的就是软绵绵的 兴趣全无 夜里突然停电了 卷毛也就和其他人说起了 他已经给恐怖有限公司打过电话了 卷毛的朋友感觉卷毛是疯了 卷毛只感觉这是一场游戏 看到邻居被杀害了 还只是感觉这就是一场游戏 非常高兴 感觉非常刺激 可是卷毛的朋友都快吓尿了 卷毛不想这一切就这么停下来 居然流门了 不作死就不会死 走着走着小伯妹就不见了 小伯妹的男友也就出去找自己的马子了 出去就没有人了 这两人找上了东西再出来 小伯妹已经挂了 卷毛还以为只是个游戏 再想让这些人停下来 已经不可能了 都被抓起来了 游戏不能中途停止 卷毛的马子被捆绑着 不按照他们说的做 大伯妹就会挂 还会被强暴 一切都是那么真实 卷毛为了救自己的女友拿起了句子 把朋友的手锯下来了 长面太血性了 真的不能给你们多看 锯下来居然是假只 卷毛非常兴奋 以为都是游戏 下一步就是在朋友身体里取出药汁 卷毛一步步照做了 这个真的太血性了 不给你们多看了 她的朋友就直接挂了 卷毛当场就吓尿了 这太真实了 已经不是游戏了 女友大伯妹也被别人强暴了 卷毛为了自保干掉了一个恐怖有限公司的人 大伯妹并没有挂掉 只是被强暴了 画面一闪 原来这一切都是大伯妹他们要求恐怖有限公司这么干的 就是为了让卷毛有一个终身难忘的体会 可是这一切都被卷毛玩砸了 她杀了一个恐怖有限公司的人 恐怖有限公司不会放过她的 这时大伯妹非常镇定 赶紧处理掉尸体 家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两人也就行动了 就在打算下葬的时候 恐怖有限公司追过来了 必须一命换一命 卷毛可以不死 大伯妹必须挂掉 大伯妹也就被带走了 卷毛逃脱之后 整个人都快吓蒙蔽了 这已经不是游戏了 自己的女友都挂了 卷毛非常失落 走进了一家酒吧 看到了自己的女友高兴的一批 这一切都是假的 只是服务的一部分 只是为了让卷毛有个好的体验 并没有一个人挂掉 这个故事好像没有一点看点 一点都不恐怖 恐怖有限公司就是屁 可是这一切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 很显然没有 你们都得挂 不然恐怖有限公司的名号 起步成了摆设 这次是真的死了 必须让卷毛体会到死亡恐惧的场景 才会让卷毛离开 自己的女友也挂了 这种体验终身都不会忘记了吧 卷毛也挂了 恐怖有限公司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亡 恐怖有限公司还在不停的接着生意 这个故事深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有两个臭钱不要瞎体验 不做死就不会死 好了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里是相当流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点个赞吧